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大家好 自然療法與你 歡迎你 我是今集的主持Tina 在我身邊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袁醫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Tina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先介紹一下袁醫生 因為最近多了很多新的聽眾 好嗎 好啊 是 袁大明醫生是脊骨神經科醫生 自然療法醫生 同類療法醫生 亦是表列中醫 現任亞洲同類療法醫學聯盟副主席 和中華自然療法世界總會護民 袁醫生在60、70年代 已經在美國兩間最前位的綠色大學畢業 1974年取得自然科學、學士、學位 自從1982年 袁醫生認識了同類療法之後 發現這個療法真是效果驚人 一直最深研究同類療法到現在 現在都經常去世界各地 和其他醫生去研究、交流、考察 以及出席國際性的醫學會議 亦是多過醫學組織的會試 袁醫生是香港一位很難得很少有的 資深的自然療法同類療法醫生 他希望透過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幫助大家解決各種健康的問題 令大家更加了解到自然療法的好處 知多一點我們可以做過精明的醫療消費者 今集我們首先來解答一些聽眾的電郵 我們首先解答Mandy的風來信 原來Mandy是我們忠實的聽眾 除了自然療法之外 他也聽很多我們其他節目 例如《長焦低炒》、《MJ13》 其實從《Better Hong Kong》的時候 都一直聽 他覺得我們現在的Source Radio 就是《Better Hong Kong》的很好的延續 他最近有個問題 就是他的父母 這位婆婆 她有風濕的問題 尤其是現在這陣子 又轉天氣下雨 又大風 他簡直是走都行不到 很辛苦的行路 而且他去完廁所之後 很難站起來 而且很痛 尤其是在半夜那段時間 Mandy不想婆婆去吃止痛藥、西藥 但有時真的痛得很厲害 Mandy就問同類療法 可否幫到她呢 這位婆婆現在87歲 她吃東西吃得很少 她本身是素食的 她是佛教徒 她已經素食了38年 她最主要的熟食就是豆類 她的正餐是豆類的食物 Mandy問她這個飲食習慣 會否令到她有這種痛症呢 她真的很感謝原網台 很感謝我們每位拍檔 她經常把這個節目 介紹給她不同的朋友 但她也想有個意見 就是說 我們原網台有時 收得不太好 特別是有些繁忙時間 她不能上網 聽不到這個節目 例如在星期一的晚上 至星期二的早上 星期五晚至地上 還有 節目一開始 九點鐘一開始 又是Trofic Jam 她希望我們可以改善 其實Mandy 我們已經留意到這個問題 亦改善了 不如你再聽的時候 再留意一下 如果你再發現有這個問題 那時候 又再告訴我們 袁醫生 其實前一段時間 也有說關節炎的問題 其實這件事 和類療法怎樣幫到她呢 首先 多謝一下 多謝Mandy Mandy曾經所提到的題目 就是我們所有網台都有這種經歷 尤其是當你聽眾越來越多 我們現在最深的估計 我們每個月的聽眾 已經差不多超過了五百萬 全世界各地都有 所以到差不多 我們的軟件硬件 很可能都要不斷地提升 我們才能做到 我們已經做了 但是我們很難說一下 將來如果我們聽眾一直這麼多 我們就一直需要 把電腦方面的軟件硬件 不斷地改良 所以希望 如果大家遇到這個問題 最重要是通知我們 不要讓大家收聽不到 我們這些很好的節目 如果大家有聽過我們的節目 都知道 我們前幾集 都花了很多時間 關於關節炎的 關節炎其實是兩大類 一種是雷風濕性的關節炎 另一種是骨質退化 就是Osteoarthritis 和Rheumatoarthritis 當然 Manny的祖母說的 她會做風濕 中人都經常這樣說 當天氣上風下雨 會痛起來 走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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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哭 半夜睡覺的時候 也很困擾她 其實我都跟大家說過很多次了 世界上的毛病 沒有什麼說是無得醫的 但當然也有 由盡得密的時刻 到時候 就是 夠鐘就夠鐘了 但大部份人 在我們人生的過程中 這些病痛 其實我們有很多有效的工具 尤其是治療方面 有很多這方面的工具 Manny提及 她婆婆是信佛 所以吃過的食物 吃素很多 亦有很多所謂黃豆類 大家可能都記得我們有時候說過 食物敏感是很多疾病的來源 百分之六十的 所謂的慢性病 古靈精怪的病 搞來搞去都搞不好的病 其實背後很多都是跟食物敏感 或者環境物質的敏感 黃豆不屬於最高敏感 跟牛奶比 牛奶的敏感機會大很多 尤其是對那些人 常常喜歡發炎 或者常常有很多 各扁桃腺發炎 很大是跟牛奶敏感 但是黃豆 都是屬於 越來越多敏感的來源 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很多黃豆 是一種基因食物 很多基因製造的食物 所以我們身體 其實都不習慣這種食物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產生敏感不同的病徵 其實敏感病症很廣泛的 其實你想得到也有可能的 包括精神的狀況改變 都有機會跟敏感有關的 尤其是痛症方面 好了 我們怎樣去做呢 怎樣去證實呢 Manny的婆婆 一種做法就是 將她的所有黃豆食物 都暫時停一段時間 如果停一段時間 她的風濕症狀改善了 有很大機會是這種食物 跟著就再食回 你先停一段 你的困瘟症狀消失了 跟著再食回 跟著症狀又出來 跟著你再停一停 又沒有了 試兩次三次 你就知道是肯定的了 是的 這個方法很好 當然我們上一集都介紹了 我有很多種的測試方法 有用IgE, IgG, IgA 很多這種方法 是現在今時今日 就抽少少血都做到的了 可以幫助去找一找 到底有什麼食物 有敏感這個問題 好了 那當然 除了我們食物敏感的因素 食物的改善 我以前介紹很多的 天年的工具 草藥、食療方法 還有一種一類的食物 我叫做Night Shade Group 我以前也提及 對於風濕 或者關節問題的敏感食物 有一類的食物 我們叫做Night Shade Group 那什麼叫Night Shade Group 包括 包括 薯仔 番茄 青椒 還有一種叫做Paprika Paprika 是一種調味料 是一種紅椒粉 紅椒粉 很多人就發現 對這種食物可能會敏感 大家要留意 自己看看 會不會自己很喜歡吃這類的食物 通常是這樣的 線索就是這樣 對你敏感的食物 通常是很特別喜歡的 這是你的線索 那你停止之後 看你的病徵有沒有改善 同胃療法 當然是可以幫助這位婆婆的風濕問題 我現在處理過很多 那 如果Many 我不知道Many在哪裡 如果她在香港的話 我們診所在銅鑼灣 不是在市中心 很容易的 你可以帶她來 我幫你 在這方面幫幫她 始終87歲 還要這樣受苦 痛苦 是很不值得的 是 Many 其實可以考慮 來銅鑼灣 我們余醫生的診所 因為 的確會快很多 我用同胃療法 不如我們解答第二封 聽眾的來信 這個朋友 有耳鳴的問題 原來她是這樣的 13歲的時候 她做了一個 割除鼻的腫瘤 割除之後 一直用洗鼻的方法 來清洗鼻 發現每一次洗鼻 也有很多排泄物 有些很髒 一些深青色的物體 自從她做了這個手術之後 一直有耳鳴的問題 曾經找過很多方法 都搞不定 醫生曾經幫她 刺穿耳膜 耳膜流出水 但也沒有幫助 現在她31歲 耳鳴的問題 很噴擾 然後有位朋友 介紹她耳觸 她做耳觸 她做完之後 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但每一次做耳觸 她的耳朵都會痕癢 會痛痛的 她隔一段時間 不痕不痛 她又回去做 痕癢和痛 又出現了 她的問題 想問一下原醫生 耳觸 究竟可不可以幫助耳鳴呢 以及耳觸 這個方法 是否有排毒的作用 還有她做完耳粥之後 她裡面有些好像蠟的東西 那些是什麼 我相信大家坊間都會接觸到 有些地方美容院 開始加上耳粥 耳粥也是我們早年引進來香港的 當時我們健康店 也有很多美容院 來我們購買耳粥作用的 好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位十三歲 有瘤腫 她割了之後 接著有很多後遺症 很多腐爛 很多排泄物 但是在手術之後 也出現了耳鳴這個問題 她這麼多年來 現在31歲 問題仍然改善不到 她就企圖用耳粥這個方法 其實她自己問這個問題 其實她自己有了答案 因為她自己試過 試過是幫不到 這是一個事實 起碼耳粥在她的情況 是幫不到的 幫不到就試試其他方法 不是這個世界上 不一定有一種方法 幫不到 就是其他方法幫不到 有很多方法 所以答案其實她自己已經有了 自知 我已經知道了 相信自己的感覺 對 你自己的經驗就是這樣 其實坊間有很多很多工具 醫療工具真的多到 都數不完 只不過要大家去嘗試一下 很多自然工具 因為她的好處就是她不會很貴 即是不會手術 手術就是千千萬萬的去計 而且很少副作用 即使有很間中間中 所以副作用也不是所謂副作用 在某個程度上 你都看到了 聽到這位聽眾 她說她做了之後 耳朵有少許癢 然後她不敢做 再做一點癢 原因就是這樣 我們耳朵的外耳 耳膜 耳道裡面 細胞膜是很薄的 其實只是一層細胞 所以你任何的途徑 去清潔 就一定會整損 很多人 初初有耳朵有點不舒服 然後就拿棉花棒 拿著棉花而已 去清潔 然後就問題出現了 自此之後 耳朵經常都很癢 癢 癢後又拿棉花棒去清潔 去磨一下 去掃一下 結果 由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變成一個長久性的耳朵痕和發炎 不要用棉花棒 其實我們的耳朵 可以這樣說 是自己清潔的 我們的身體的孔度 是自己清潔的 包括我們的大便之後 如果我們的大便是健康 是根本不用自指紋的 是自己清潔的 有時候大家如果有機會 是真的可以癢到很好的糞便 有成型的 粗粗的 一癢完之後 你去耳朵 是沒有什麼黏的糞便 只有在那裡 其實這個是正常的情況 身體的所有孔度 都是自己清潔的 我們不需要去攪拌 健康的孔度應該很清潔 所以你說用耳朵去刀下去 可能就是擦損耳朵的耳朵 就是耳朵的耳朵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有時候你在外面聽坊間說 耳朵有什麼作用 其中有些情況 他們會告訴你 耳朵可以把耳屎抽出來 那你做了之後 你看看耳朵 剩下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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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那些地方 你會看到很多一塊塊的東西 有些人會說 這個就是你的耳屎 我告訴你 肯定這些不是你的耳屎 不是 這只是羊竹 是燒的過程 有些蠟是流下來的 不是燒做蠟 要不然你繼續做 這裏十次每天都有 一個人不可能有那麼多耳屎 而且如果你說要把耳屎吸出來 就像當真空那樣 等於熱的燃燒 就有一點真空的作用 其實如果真空的大度 連耳屎都吸上去 我想耳朵都會被它吸穿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耳屎 只不過剩下的那些蠟 好了 到底耳屎療法又做些什麼呢 坊間有很多說法 包括什麼排毒 但其實真正正是做什麼呢 其實都沒有人說得正式可以證實的 但有些人說 我做了之後真的舒服了 那為什麼呢 簡單的解釋就是 任何的溫度 即是暖的溫度的應用 都可以舒緩的 比如有些人中醫炎發作 痛到死 那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有一樣可以做 就拿一個熱的燈泡 照到你的耳朵那裡 或者拿大蒜 烘到熱了之後 就塞進耳朵裡 這樣 或者拿一些食油 普通的油 即是焗熱了 整熱去 用水浸熱一點 放進去 逢適這種炎症 發炎熱的時候 用熱的東西 用著同類相似這個概念 相似治療相似的概念 就可以幫得到 在耳朵做的方面 就是一種熱的氣流 一種熱的溫度 其實不斷地暖化你的耳朵 也有人說 這種燃燒 這種燃燒 是幫你清醒你的磁場 這個磁場 是嗎 這就是不能說的 不能證實 那怎樣都好 任何這些方法 如果你做了之後 如果對你有幫助 那就可以用 如果對你沒有幫助 那就不要再用這個方法 用其他方法 所以這位聽眾 其實他自己已經答了這個問題 再趁這個機會 再提醒大家 自然醫療工具 即是世界上醫療工具 很多很多的 就不是每樣都適合 每一個人的個別情況 如果你試過之後 發現幫助 非常之好 但是如果幫助不到 都不是代表這個工具 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因為他可能幫不到 可能幫到其他人 幫到其他人 所以記住這件事 不要太灰心 也不要說 一個案例不行 就把全盤摧毀 其他某種醫療方法 是嗎 好啊 明白了 現在又到我們一個環節 我們有一個新的環節 叫做醫療快信 我們專門報道一些醫療的新知識 以及最近一些醫療事故 今集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展報 就是在外國英國有一個小朋友 他幾歲大 他一出生的時候 你猜怎樣呢 他就額頭那裡 有一個很大的血塊 一個紅字 剛剛在正中間的額頭 很大塊 很突出 其實很困擾 因為他一直大 都被小朋友笑他 他很自卑 一直搞不定 他媽媽就很擔心 有位醫生幫助他 他怎樣呢 就是把牙頭那裡 植入一些組織 然後鑄很多組織進去 令到他有些新的皮膚新增 然後就把他再蓋合去 把這個紅字割了 然後再把它蓋合去 現在就剩下少少的疤痕 據說這個小朋友 現在就懂得笑 開心 其實這個手術 都很誇張 很複雜 這個過程 余醫生你怎樣看呢 如果大家有機會 看到這個片段 其實他有些照片 在過程裡面 他們就是為了 把頭部的皮膚增加 他就用這個方法 把頭殼增大了 就像魔鬼的角 我不知用什麼可以令到 其目的是把皮膚的面積加大 加大 然後就利用你身體的皮膚 做這些移植的方法 最討論是再種一些新的皮膚 有些人看了之後 非常開心 幸好我們有這些 我們新的醫療科技 導致這個小朋友 真正的問題 其實挺尷尬的 一大塊 是 起碼那個小朋友的手掌 那麼大的 一塊血紙 是 那 大家 會問一下 除了用這些手術方法 處理這些問題 有沒有其他更加好的 不用多開一個方法呢 是的 那我看了這些之後 我當時的感嘆就是 唉 真的很可憐 這個小朋友 要經歷這些 將頭殼注射一些東西 好像兩個魔鬼的大角 這樣刪出來 起碼要注射好幾個月 是的 其實我過去 我都處理過這一類的問題 我記得是兩宗小朋友的 其中一位小朋友 他大概是男孩子 一歲左右 寶寶仔的時候來 他面部 有一塊血管瘤 很大的 大到他的臉 你看到他的臉 是腫了 即是變形的 不是普通的一塊 他整個大到變形的 整個臉 大個臉豬 差不多一半 就是一個血管瘤很大塊 哇 真的很誇張大 很明顯 是的 你看到他 哇 整個臉都變了 結果 我就用同類療法的方法 幫他治療 一直用療劑之下 那個血管瘤 慢慢地縮 和爆了出來 血管爆了出來 一直這樣 一直治療 結果 就完全康復了 完全康復了 這位病人 最終於家裡 離開香港 移民到外面 我介紹了 我在加拿大 一位同事 一位自然療法的醫生 他都用我 我選擇的療劑 繼續這樣做 幾年之後 他回來香港 來感謝我 給我看看 他完全沒有事 完全皮膚正常 好像正常的小朋友 可以這麼好 一個拳頭這麼大的 突出來 臉都變形的 一個這樣的大的血管瘤 其實不用開刀 其實我都覺得 不能開刀 你怎麼開刀呢 你開刀 我想會流血不止 所以他真的沒有選擇 還很痛 沒有選擇之下 一用就來到我們診所 我就用同學療法 我沒有用其他東西 只是同學療法 就醫好了 然後沒有多久 另一位 有小女兒 我想大一點 多於一歲 她亦有一個很大的血流 血管瘤 變成在口腔裡面的上顎 當然你表面看不到 但你打開後 看到一塊很大的血流 我也只是用同學療法的方法 慢慢慢慢 她就全部百分之百康復了 真的很好 又方便 還有沒有副作用 是不是 也不會痛 等大家了解 其實很多種情況 很多所謂的手術的毛病 一般人以為 是醫療法的問題 其實不一定是醫療法的 譬如我比起同學療法的過去經驗 我們醫療很多邊塗腺 邊塗腺長大 一般人看到邊塗腺長大 就想著 非開都沒熟 一定要這樣做 其實絕對不需要 在同學療法經驗裡面 我用同學療法的療劑 是可以處理這些 邊塗腺的長大 還有一種是 那些叫做瘤子瘤 很多人用開都的方法 開都很多次 開完之後又再出現 開完之後再出現 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同類療法 都是一種最好的方法 可以醫療這些所謂的治療 還有一種是 那些叫做瘡 我見過有些病人 身體很多這些化膿 那些瘡界 有些嚴重到 整件衣服 整件衣服都是血跡的 那你想想 你用抗生素 當然了 他們那種情況之下 用抗生素 因為整件衣服都是 可能無法處理 那用抗生素 抗生素 很多人都沒有用 這是體質問題 在同學療法的利害之處 我們有時候見證 有對症可以對症 但如果沒有對症 有時候可以醫治體質 這種情況之下 同學療法是最佳的醫療方法 有些情況 有些人經常有些 都是一種個別性的 架垃底生出來 這些濃瘡 痛都很厲害 通常就戒掉 放血放濃 然後又出來 又痛到死 總之重複 結果用什麼呢 又是用同類療法 用內服 幾粒糖 或水的療劑 完全可以根治 那麼有種 有種的病 是油 有些人 都生了成腳 有些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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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在不同地方 包括額頭 都有這些 油 好了 那麼 當你遇到這樣的油 很多人初期 都是用手術方法 比如燒了它 用那些液體 用那些液體 燒了它 但我們的經驗 他们的经验都是发现 那一头烧了之后 没多久有其他地方删出来 那就是你本来 就可能有个油 当然看到了 不要看了 但是油有机会可以治好 起码如果你真正用了 一种内服的药物的方法 治好它之后 它不会有个疙瘩 通常烧了之后 肯定会有个疙瘩 我遇过有些人 这些油是生在指甲边 有些人是生在鼻尖那里 或者是头壳顶 也有些油是整个脚都是 那我们就同学疗法 就是视乎你那个油的部位 就是对症下药的 那我记得有个案子 这个是我很多年前 我上同学疗法的课堂里面 我教授说了一个案子 他遇到那个病者 是餐馆里面的一个女士应生 那这位女士应生 原来他那个头壳顶 就生了一些油 是很大的 就是你看到它 好像生个角 好像魔鬼的角 一个个一个地生在那里 那老师当时就接手 就教他给疗剂他治疗 那结果那位女士应生 有一天早上起床 那些角就没有了 早上起床 不知道为什么 一晚就没有了 那他就想着掉到床上 今天晚上就去找找找 找不到 这个案子就不可思 很难以理解 是吧 这一块这样的角 怎么会可以 就是 一晚就没有了 那他真的 他就真的没有了 又不是掉下来的 总之身体就 一晚就吸了下去 那所以很多这个情况之下 油我们是可以用自然的方法的 如果大家是遇到这个情况 就是有一种很简单的食物的工具来的 成功率是差不多 我暂时没有失败例子 那就是用香蕉皮 OK 就是如果你发现 你有一种油是很硬的 就是凸出来的 很硬性那种这样的瓦斯 凸了出来的 那你就用香蕉皮搅上去 那这样就 通常你剪一块 譬如你小小粒粒的 就剪一块小小的香蕉皮 那拿一个胶布 就粘上去 那你粘它大概 大概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就会没错了 是啊 真的这样 粘一个星期 不满 不满的 通常就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就粘 那日后就不用 日后就拔走它 到夜晚睡觉的时候也是 那譬如你成姐觉得是的 那你就用几块香蕉皮 拿一些这样的 那些现在很漂亮的 那些沙布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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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粘的 那你粘了这些 就装回一对墓 那你如雪姐做它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那些油就会完全消失了 那么简单 那当然手术医生非常之不高兴 给你拿 液晶水都可以赚你一轮 但问题 你用那些方法一定有粘的 用香蕉皮的处理是根本从来没有粘存在的 那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之有效 我试过用一些很大的油 和很小粒的 就是单独性的油 那有时你用这种情况之下 哎 香蕉那么容易找 有那么容易就自己搞定 对不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 我们听众 如果有机会遇到这些问题 试过之后 就 告诉大家 和大家分享一下 暂时我就未遇过失败例子 OK 但是有些是硬性的 有时有些是去撕的 撕一下 它的硬性的油 就未必是一种平的那种 那你试一下用香蕉皮处理它 好了 那还有一些 过去我处理的那些问题 譬如有些 刺指甲 Ingrown toe nail OK 那通常人们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就是去手术 去批一批它 或者将指甲 就是用手术方法来处理它 那发现很多时候没有用的 那一头做了之后 没见到它又生了 又顶到化膿 又痛又成 那我同样的疗法 有一个疗剂 就是一种南极的磁力 magnetic energy magnetic energy 那是怎样做出来呢 总之南极的磁力 就是循数的疗剂 那就是处理这些 这样的Ingrown toe nail 是其中一个非常有效的 哦 那有些的一般人都只是用手术 就是鼻息浴 对不对 那我见过鼻息浴的手术 做到的人都后悔莫及 因为第一 血淋淋 第二 将来呢 这个鼻呢 就因为没有了一些黏膜 来到帮你隔累 那个空气那些 那些 那些尘埃啊 啊 那个空气的 就是 濕度呢 很干的 濕度的空气呢 你的身体的气管很不舒服的 那所以 蜥蜴呢 就是我们那个 蜥蜴就是我们那个黏膜 增大了 那其实你可以用药 用痛的尿剂去医护好它 就不需要用手术 手术永远都是的 你觉得之后 它的根 它的根元没有改善过呢 它很快就会生回的 那所以最有效的工具呢 始终都是用同类疗法的 那 所以这方面的资料其实很多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很多 OK 嗯 哇 这次我们又学到东西了 那不如我们先说到这里 这一节呢 我们break一会儿 那一会儿再来 再来和袁医生继续谈吧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好我们又回来自然疗法与你 上一节呢 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手术的问题 哦 其实原来同类疗法都可以帮到手 不用用手术的哦 因为很多人移动就说要做手术 哦其实 想起来又真的无谓的 有些手术 原医生 其实是不是有些手术是真的证实了是无谓的呢 即是没有作用的呢 我们想要更多解释的这方面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就有很多毛病 都是被用开刀方法去处理它的 但是在外国呢 有很多医学的文献呢 都开始做了很多调查呢 那做出的结论呢 其实我们很多人常做的那些手术呢 其实最终的结论呢 根本是没有效果的 即是无谓的手术 是吗 那 那 我或者和大家分享一份资料呢 那这个资料的来源呢 是有一个英国有一份行物 叫做医生不会告诉你的 英文叫做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那就是WDDTY 那我在他们的这间公司 我订阅这个行物 成几十年了 这个资料非常非常之好的 那我前天在家里收拾一下 就突然间又找到这篇这样的文章 那这个文章很久的 1998年 1998年 是7月1日的 那他列举了十种呢 是没有用的手术 那他每一个背 每一个手术背后呢 其实他过去呢 都在他那个 他那个 刊物里面呢 都很详细的解释的 那他就不是说自己说的 不是自己作的 每一样东西呢 他都是有医学的文献 那是有医学的来源 所以呢 只不过一部医生 遇到这些问题 就算他医学雜誌 他都不会说给病人听的 那这就叫内部的秘密 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这个 这个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就整个刊物呢 就每一期呢 一个月一次呢 都有刊登很多这方面的资讯的 那有时我就会在这方面呢 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的 认真听一听 这个要 好了 那哪十大的 没有用的手术呢 那有一种叫做 Angioplasty Angioplasty 呢 简单来说 就是通波仔 对不对 那有些人呢 有心脏有问题 心脚痛啊 啊你血管闭湿啊 那这样处理呢 是通一通它 是啊 那由大腿那里呢 就失脂管 去到那个心脏那里呢 去通一通它 那样的 好了 那因为血管闭湿 之下去用 那 那在通波仔过程呢 他就顺便呢 就是将那个所谓的血管 砸一砸大它 这样清一清它 那将血管里面那些 所谓的脂肪那些呢 就帮它清除它 是 那我们的研究 就是最近那些科学的研究呢 发现呢 其实很多这些通波仔呢 本身有危险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很多人呢 就即时死亡 我好记得呢 有成1% 2%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出现了血泉这个问题 就是那些血管 就是我们上次 我们也有报 有坊间有个说 那些人去做那个减肥 用那个超音波减肥 那结果脂肪呢 就走了到脂肪那里 出现中风 那其实这些这样的手术呢 都有很多些机会的 是 远远大过你做超音波 去打碎那些腹部的脂肪的 但是好像2% 是即时死亡的 做这些这样的 所以一定有风险的 但是问题呢 你这些赚了 就是拿一些搭桥赚了之后呢 很多在6个月之内 又重新失败的 是的 所以呢 做完了之后呢 其实很暂短的 是 很快又又又又走出来 是 那也都我看过一个医学 另外一篇医学文献呢 是一位心脏科的 转科医生 自己说出来的 他说呢 这些这样的 心脏那种 就是灌动物 那个堵塞呢 他说 如果你塞一条 半条呢 没有什么所谓的 当你塞到很多条呢 那你就真的要 即时做一些东西 那当然呢 在他的意为 就是做些东西 就是用手术方法 通他 那我也认为呢 就算是这类的问题呢 绝对可以用其他的 自然医疗的方法 去处理得更加好的 哦 好了 那 他的报告说呢 他说呢 基本上呢 一半以上这些通波仔呢 根本是没有意思的 没有需要的 嗯 就是说呢 你不是塞得很厉害 不是塞得一条半条呢 是不需要去通的 那就算通了也好 都不要即时救命 譬如你说 塞了这样 可能即时救命 那可能在西伊立场来说 都要做 那当然我们认为有其他的 那其他的通血管的方法呢 和大家分享过呢 就是吃蠟豆 蠟豆 蠟豆 日本人吃的 蠟豆 那香港有时候呢 我们去那些高级一点的 酒店啊 早上吃早餐呢 有一杯一杯蠟豆的 那我知道香港呢 有日本超市呢 超市呢 都买得到 有的 那我记得 我有一次跟一班 中医 是台湾来的中医 那他大家说起来呢 他说是呀 我们小时候呢 我们家里都懂得做蠟豆的 那因为台湾曾经被日本年佬 就是侵战过很多十年了 那所以这种这样的做法文化呢 他都学得到的 那所以通波仔是没有用的 不够味的 那第二个手术呢 是没有用的 就是那个乳房全面切除手术 那知道啦 有些人一发现 那个乳房有些流肿啊 就算是恶性啊 或者是良性都好 那很多时候呢 他都会把乳房去全部切走 包括那个空肌 还有空部那些 那些淋巴 那些淋巴 都都都都都切走 那但是呢 是不是切走之后呢 那个那个病者 那个生存率呢 是会改改改 会好些呢 那这样 那这个好当然的 都的 就是无数的研究都发现呢 其实呢 你切多和切少呢 你只切多那粒 那粒 就是那些扭的细胞 和呢 切了整个乳房切了呢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分别呢 对病者来说 就很不同了 如果你整个乳房切了呢 那当然呢 很多伤残的后遗症 是吧 你的淋巴啊 会整个手会肿胀啊 那些 那些 就是很不适的 因为那个淋巴管 被你切走 而结果呢 你是不是因为切多一点 又会长手一点呢 其实结果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就是说呢 你切那个小的 小的那个流种 本能的流种 就和切了整个乳房呢 其实那个结果是一样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结论呢 其实有一个结论就是 根本你切这个手术呢 切不切都没有什么分别的 就是你一样刀刺多后呢 不行了 然后出现问题了 一样的 你的存活率是没有改变的 是 那很可能呢 就是说呢 有一种做法就是 既然切多切一点都没有分别 如果那些人真的想切呢 就不要切那么大块 那但是他们说 哎呀不行的 要切多一点 以防万一 是不是 有些围留了一些癌细胞 之类之类 那所以他们的原因 就是这种这样的 的想法 是不是 导致他通常呢 就全面割了 那结果是 证实是没有用的 还好伤 你不做 或者不切 你的生存率呢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是 好了 那第三个 常见的无谓的手术呢 就是 小长气手术 哦 小长气手术 小长气手术 小小孩会做这个手术 这个报告呢 这个报告呢 就是如果你要看回原文呢 你可能需要看回那个 Dr. Don't Tell You 你买回他以前那些 那些资讯 那你会看到原文的 出处在哪里 那他说呢 如果你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呢 你去做这些这样的小长气 你的手术呢 你这个危险呢 是四倍于你那个小长气的本身的问题 小长气不会致命的 对 就是不舒服而已 是的 也很少说小长气呢 就 就是 塞塞了 或者拆在一起 那样变得壞了 那样出现严重的后遗症 其实很少很少机会的 那反而手术呢 那个危险性呢 是四倍于你那个小长气的危险性的 那通常呢 就发现呢 手术了之后呢 反而你将你那些筋肌肌肌肉啊 就是 enhancing痒痒痒的 Los Angeles cells 是破坏了它 结果那效果是更差的 通常人们从第一次手术之后 再重复再出现问题有20% 做第二次手术再重复再出现有30% 如果第三次或者再以上 是一半机会它就会继续复发 所以小长期这些手术是很没意思的 当然我们也听过有人用中草药 也可以用同类疗法 有时候你就这样有它在 有些特别的绷带 帮你顶住其实都足够了 你未必可以完全令它缩绝 但是它不困扰你 就有它不要搞太多东西 第四个被公认为 在医学上已经有资料说 是无谓的手术 就是子宫割除手术 很多很多女性 因为经期流量多了 就失业不到 接着算了算了 你都这么上眼年纪了 割了算了 这个也是属于一种无谓的全盘角质 那个子宫是没有意思的 是无用的 不要说我都这么大年纪 都不需要生三文仔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那个子宫除了帮你生三文仔之外 其实子宫就产生很多荷尔蒙 如果连将器官那个 譬如是卵巢那方面 你出现荷尔蒙都被它搞乱了 发现有些研究发现 他说百分之九十 这些手术都是无意义的 因为只不过有些肌瘤 或者子宫内膜移位 或者因为经量过多 他说根本是不需要用这些方法 也是无效的 当然了 某程度上你说有效的 因为没有了 没有了器官 当然没有了肌瘤 没有了器官 当然没有了肌瘤 没有了肌瘤 但问题是有其他方法 是吧 好像有位人说 我手指有事 把手指切了 是否等于好了 是吧 再给一个容易理解的 因为头痛 切了头 你会否等于好了 问题的道理就一样 在外国的文献都说 百分之九十 这些手术根本是无需的 好了 还有一个手术 也是无需的 就是割膽石 膽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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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五个手术内 有四个手术是无需的 切了膽囊 不是根治的方法 现在最近有些方法 就是用那些 锯囊 就是锁几个小孔 不是割开来整个开吐 因为很多人做这些手术 以前的方法开吐 手术是很长的 是的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么长呢 可能腹股里面有很多脂肪 很多肌肉 是 就是阻止了 最后就出现一些 这样叫做 keyhole surgery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不会开刀 尺寸不会那么大 但是做了没有几年之外 发现这些手术有很多问题 因为这些手术比较难做 往往在手术里面 是弄伤膽管 导致膽石流出 掉了出来 结果 就要重新开大刀 再重新再做 其实很多的膽石 膽囊的问题 其实用我们的饮食方法 大部分都可以控制得到 不需要被人拿刀 去开刀去搅拌 通常人们都是 痛一下痛一下 痛多一两次 都会常常痛 哎呀死了痛得那么辛苦 那就切掉它 没了膽子也有很多问题 当然 它消化方面 好了 还有一个叫做grammat grammat 即是拆耳管 用管放在耳膜上 但是很多宿会常常中耳研 中耳一样 整天就要是胀 有胀都会开心 哎呀算了算了 插一把耳管进去 那麒麦把耳膜 放在耳膜里 把耳膜里 放在耳膜里 让耳后面的液体 有机会流出来 不会滑住耳膜 这样就丶坡 它就没有那麽痛了 其实他们做的原因就是这方面 我们发现很多我们叫做glue ear glue ear 即是耳朵有很多黏液 大部分75%的耳朵发炎 耳朵有黏液的耳朵 一年之内自己都会好 75%一年之内自己都会好 所以发现很多做这些手术的小朋友 有60%以上这些手术的小朋友 在五年之后要重复再做 即是说这个管可能掉了出来 可能掉了之后耳朵又关上 通气的地方又没有了 油的问题仍然存在 于是又要重复做这个手术 你知道耳朵是这么脆弱的地方 你经常用刀刺穿它 它会生疤 很快会发现你会影响你的听觉 所以做得多耳朵刺穿 影响听觉 有时候会导致中耳朵出一些水浪 所以这些手术是绝对没有这样的需要 大部分的耳朵的中耳炎 重复性的中耳炎 大部分和食物敏感有关 我原来如此 食物敏感 是的 除了穿耳朵的问题 成年人方面 也有很多人都有的问题 就是腰背痛 腰背痛是职业病 很多香港人都有 很多人在工作方面 常常要搬搬搬搬搬搬搬 或者要长期坐在这里 其实最多有腰背痛的职业 是护士 护士 护士 和长期駕长途车的司机 因为常常坐着 所以反而有些压力 坐的压力更多 我们站身的压力 所以很多人结果就去开刀 我记得在加拿大读脊骨神经科 那几年 我们学校都有探讨这个问题 加拿大有叫做 Workman Compensation Board 当时特别有一个刊物 登出来的报告 就是根据Workman Compensation Board 的经验 腰背痛 手术来处理腰背痛 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起码一般人是帮不到的 帮不到的 帮不到的 是有很多人 因为这个手术 是出现很多后遗症 其中一个就是说美国的 美国的手术 他说 每年美国有20万到40万人 是进行这些手术 腰背的手术 其中里面有3万到8万 结果是比以前更痛的 是 还有呢 做了手术之后 当然有很多疤症 是吧 那就导致他的问题 是更加严重的 那我和大家也说过一下 腰背痛呢 其实最有效的医疗方法 是什么呢 是拉筋拍打 是呀 那日本处呢 叫做医痕天下 那大家都 外面呢 如果你房间买不到呢 我们陆创研都有的 我也都介绍很多给我的病人 就是作为一个疾骨神经科医生呢 我都很多时候经历过很多 就是处理很多这类的问题 那你很常见到呢 那些人呢 是痛长期腰背痛的人呢 他通常都是根骨 都是缩都很厉害的 那我就解释给你听 就是当然我们可以 然后用我们的脊骨神经科医方法 帮他做治疗 但是其实他自己都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那就是长远来说呢 真的要靠他自己的 靠自己的 那就是拉筋和拍打 那拉大腿啊 大腿的方面 和上腰啊 这些方面的筋呢 通常那些人呢 就是痛就因为那些筋缩 是 好了 那接着呢 就做些什么的 手术是没有意思的呢 就是前列腺的 切除手术 哦 那你大家都听到啦 就是现在男性呢 都这样上限期呢 前列腺癌那个 那个 出现率是很高的 是 那所以很多人呢 一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哇 是癌来的喔 走了到那个前列腺 那应该怎么做呢 不如呢 趕快去割绝了它 以为一了八了 那样 那发现呢 前列腺癌呢 本身呢 是不会令你短命的 是啊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你不理他,就没事的 你都是正常的寿命 香港来说的男性也有七十九 你不会因为你七十岁患了前列腺癌 你马上去做手术,因此而长命了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 原来前列腺癌通常不会扩散 在这里就在了,很少会扩散的 反正你开刀就有问题了 开刀就导致它扩散 反而是导致它扩散 没错 在欧洲有一个解剖的报告 欧洲的男性,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男性 是有前列腺癌的 但只是有百分之一是死在前列腺癌 大部分人有前列腺癌都不会死在前列腺癌 没关系 好了,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无谓的手术 就是甲上腺切除手术 大家有时都见过一些我们认识的艺员 他经常都要带着颈链在这里 就是他知道它是有手术的垃圾 那发现,起码三分之一的甲上腺过度活跃的情况 起码三分之一是自己都会好的 这些比较好时间,它会伤害的 好了,如果你去割除手术 就算你不是全面割除,是局部 就是他认为有问题的甲上腺割除手术 那发现,只是百分之三十的人 甲上腺是百年之后会平复的 就是会好一点的 我刚才所说,起码有三分之一 就是起码三十三个百分之一的人 他自己都会好的 你去割除手术之后,只是三十个百分之一 更少 更少,你不理他 对不对 还有,有百分之四十一的人 就因为割除手术之后 甲上腺就变得过低 就是underactive 你不理他,他可能正常化 你割除了之后,他正常之后就不够用 反而还会过低 而其中,割除了之后 当然你全部割除了,当然是没有了 但如果你不是全部割除了 有百分之十九 营养的甲上腺仍然是过高 嗯,这样 我们现在没有讲治疗他 你是不是有其他方法治疗他 你不用一定用手术去治疗他 好了,那最后的十大无谓的手术 第十个是什么呢 就是输血 哦,输血 输血 都很多问题 输血 他们的调查发现 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 三分之三的输血 根本是不适当地输血 是,那么多是不适当 是的 嗯 当然输血有一个情况 我记得我亦看了一份资料 是一位美籍的日本开心脏手术医生 那么他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那些病人需要输血 因为那医生的手术 不得干净利落 是 令到出血过多 那么他说他自己是 因为开心手术的医生 他都不需要输血 是 那就是说呢 输血是视乎你那个医生的技术做得好不好 如果他做得快快快手的 根本就不会过度流血 根本就不需要输血 那么当然呢 输血出现的问题 你会随时很容易感染到肝炎 是 比如私营肝炎 我们知道今时今日私营肝炎 等于癌症了 都没什么怎样医得到 是 那么原来呢 有输血的人里面呢 有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 是因此而感染了私营肝炎 是 那么当然有些人感染了外治病 是 所以那个风险是很大的 是 那么你记住呢 输血就在某个程度上 好似换器官一样 就是血是一种器官 是一种外来的蛋白质 是 那么身体呢 接触了外来的蛋白质 是一种冲击来的 是很大的 当然它尽量是将血型 是尽量配得敏合一点 那么怎样都好 始终是一种外来的物质 是 身体会当它是一种外来的器官 是排斥的 是 那么很多情况之下呢 就是你水分保得好一点 或者吊针啊 吊液体啊 吊液水呢 其实都足够了 嗯 那么这个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十大的无畏的手术 这十大的无用 无畏的 甚至乎 避免了我们的这些麻烦 避免了这些那么多的危险 还有那么多不必要的东西 是不是 是啊 那很好啊 多谢袁医生这些那么宝贵的资料 多谢你的分享 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呢 去到这里真的差不多了 那祝大家身体健康开心心 我们下次再聊过啦 拜拜 OK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 H-E-A-L-I-N-G.com.h-k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